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03分别就是CNN 1305就是SCR 这三个联盟在斯洛之地打了起来 GLF就比较奇怪一点 他从很远比较远的地方就跑过来这边打架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CNN正在进攻他们的旗帜 然后后面有一些GLF Glove的人 他们在后面帮忙一起打架 可以看到他是用铁木针 铁木针来打他们的查理 现在已经围攻上去了 我原本只是想拍摄1320的打斗画面 可是看到这边0305还有86打到那么刺激 我就过来看了 刚好我起床就看到这一幕 他们正在进攻 现在CNN它是什么情况 CNN它原本应该往前面 就是左边跑的 可是它现在是往下面跑 就是要跑到03那个部分去 然后GLF就不确定 它就跑到03 03的上方的位置 可能他们要出另外一个方法吧 可能要堵着03跟05的人出现吧 可是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帮03的 它不是帮05的 XCR呢 其实在我们的王屏里面是蛮活跃的 比较高调一点的 可能他们皮子有什么误会 或者是什么要打架吧 也有可能是XCR 因为他们看到XCR的能力太高了 所以他们就要去攻击 据我的朋友呢 还有说 他们现在这样子期间呢 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哇一个小时其实还蛮久的 其实你要打这种 旗子呢 攻防战啦 就是需要很多队员上线的 因为你打那个兵呢 它已经没有命的话呢 你后面需要援助 需要补兵 这样子其实很消耗你的那个兵力的 尤其是进攻的部分呢 他们会死很多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在打架 大部分呢 玩家都是已经有铁木针了 有铁木针 有礼茶了 所以呢 他们都是出金色武将哦 这边有一个人开招 这边呢 反而没有人进攻哦 哇 卧龙 CNA呢 名字都是卧龙啦 大部分都是卧龙 他的战力还蛮高的 可以看到他们这边呢 还是一直在进攻哦 然后GLF呢 有些是从后面 后面去攻击他们的 打KVK呢 最消耗的还是一样啦 就是你的体力 你的医疗加速 兵力 其实这样子打下去呢 持续打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的 其实 这个是关卡 事财刚开 他们就已经打上去了 到后面的时候呢 就不确定 谁能撑到最后 因为他们前面都已经消耗了蛮多的那个体力跟兵力嘛 到了后期的话 可能是会比较难一点 不过我看到SCR呢 他们是打算要 就是攻下两个国家 就是分别就是上面的国家跟下面的国家 这边画面里面呢 全部都是CNN跟GLF的队友的队员 他们都已经在那边帮忙打了 有些就看到有援兵啊 有小兵过来帮忙打的时候呢 就把他打退回去 哇 这边后面 里查出现了 他们大部分都是金色武将的 这边可以看到 很少看到有紫色武将出现 所以就证明了 大家都是大科长啊 都是出金色武将的 那个田木真呢 诶 换凯撒了 他们的住房换凯撒了 已经换凯撒了 凯撒当住房的话 我就没有试过 不过凯撒他是还不错的一个武将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SCR的资料吧 SCR的资料呢 OK 他的战力是4835 哇 还蛮高的 如果是以后面的国家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CNN的 如果是CNN的话呢 4398 CNN显得会比较低一点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CNN跟GULF 他们两个合作 两个合作来打一个国家 一个联盟的话呢 那个联盟会比较吃力一点 哇 后面已经开始打起来了 圆异经理查 铁木针 然后凯撒全部金色武将 还有艾塞尔 哇 好激烈 后面还有一个孙武 但孙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孙武呢 他需要搭配另外一个武将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只是孙武的话呢 就比较难抵挡 这边看到在打的人呢 都是GULF的人哦 不确定为什么GULF会跟CNN合作哦 这边内幕的情报呢 我就没有去听到太多消息了 不过你待在失落之地的话 你不和其他王国联盟 跟他们合作的话呢 你是很难抵挡的 除非你的联盟呢 是已经强到不能再强了 就是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的那种情况呢 你就可以选择 不需要跟别人结盟 可是如果是说你在一边的话呢 你一个联盟 一个国家 你就要对抗两个国家 两到四个国家的话呢 怎样都是会吃不消的 哇 李成贵都出来了 李成贵 李成贵这个技能帅呆了 他这个雨灵的技能呢 很痛哦 李成贵在这边 应该也算是攻击最高的吧 因为他们这边没有带其他的 哇 好激烈 最高的是铁木针 铁木针 暂时还没有看到 有新的武将出现 比方说亚利桑大 查理曼啊 这几种新的武将 暂时还没有看到 都是看到这些 出了蛮久的武将 不过他们要仰来打 其实也是要消耗蛮多的时间 蛮多的宝石的 哇 把他们推回去了 有了已经传送过来了 啊 站力那么低 哈哈哈 OK 可能只是过来帮忙打架的吧 OK 看到CNN这边呢 他们的领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我还以为这个是敌人 他从那边跑过来 攻击他们后面 这个棋子打了很久都打不下 看了很久哦 还是持续在攻击 他们的那个首层武将呢 已经换了 换回了 礼查了 原本查理过后 换去凯撒 现在换回礼查 又来到一个 也是战力 普通的 CNN的队友呢 好像有一点不耐烦 现在他们已经围在一起 一起攻打那个旗子 可是我不建议大家 这样子攻打旗子 尤其是你要看 驻防武将是谁 如果有些驻防武将呢 他们是有AOE技能的话呢 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子行动 哇 GLF的人也是很够意识 一直帮他们挡那个 SCR的成员们出来 只要他们出来就攻打 CNN的攻击已经持续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哦 但现在还没有结束 哦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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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了 解散了 不确定是攻打失败 还是解散哦 我可能这边呢 要跟CNN拿一个报告 战斗报告 哇 这样子打很激烈 才刚开关卡式就打得那么激烈哦 后面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来啊 因为前期呢 其实我们联盟都不太想要去打仗 什么之类的保留体力 到最后来攻打 因为我们要拿下最后的那个胜率嘛 画面上看到呢 就算解散了集结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打 CNN的人暂时停留在原地 会不会有第二次集结呢 我们可以看到GULF的人呢 是很活跃的 一直在攻打SCR的人 CNN全部都停在原地啊 是不是他们在计划着第二次攻击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 我GULF呢 他是特意把一个要塞 建在这里哦 建在03的上面 然后可是他们是来自86那边的 他们这样子有什么意图呢 还是真的是出自于要帮助CNN 反而SCR呢 他原本是跑上路的 他为什么会跑下路呢 难道他是想要围死其他的国家 不要给他们出关卡 跟他们争最后的胜率呢 也有可能 很多可能性 现在我们等看会不会CNN再集结多一次 我也要去问一下我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我的情报人员透露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联盟JON呢 也是在攻打着其他的 他这个是攻打EXC 也是来自于05的国家 其实他们这样子打呢 也是专阵当防卫啊 因为05呢 他们是已经跑下来03的位置了 所以03会攻击他们呢 也是正常的 然后CNN的集结老大呢 他就有分享了战斗报告给我 可以看到这个报告呢 是很多人加入集结的 加入集结攻打其他的联盟呢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 就是大家上线的时候 比较多队友在线的时候 才来集结会比较好 这样子比较容易 攻打下其他人的棋制要塞 因为你的兵力不够的话 很难抵挡啊 可以看到呢 敌人的部分呢 有李承贵李查查理 毕竟这边的报告呢 是集结攻击的部分啊 有可能守护的那个部分呢 他们会有更多敌人攻击他们了 可以看到只是攻打 其次都已经有那么多人 来帮忙打那个集结队伍了 所以其次那边呢 可能CNN会更打更多 可是SCR那边呢 我就没有情报人员啊 没有办法拿到他们的战斗报告 可以从那边看到呢 CNN的成员呢 是非常的团结合作 一直不断的增援加入集结 因为CNN没有在发动第二次集结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期每天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